流浪气球这事啊 越来越变成一场闹剧了 很多人说 你不能简单的看 这个气球和布林肯来不来有关系 我们聚会中心理论组的老同志讨论的时候认为 布林肯来与不来 五角大楼因为一个气球弄得心身不宁 丢没丢面子 甚至说到美国2024年 哪个老头上台获得最大的吆喝权当总统 这都不是大事 中美关系是解冻 是从一个小乒乓球开始的 但大家注意啊 那个小乒乓球啊 是友善跳动的 现在中美关系这个现状 是吧 又跟一个中国的探空的气球被击毁联系在一起 从友善跳动那个小乒乓球 到这个同样是白色的探空的气球 大家是不是可以从两点一线勾勒出中美关系的一个大致的轮廓线 那接下来中美关系到底怎么走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中美关系深层的原因 大家想一想 早在美国锁定苏联为敌人的时候 是不是美国主动把中国变成他的朋友 而当美国锁定中国为脱号敌人的时候 虽然苏联的继任者还在 就是俄罗斯嘛 而且俄罗斯那边和美国西方的代理人正处在热战当中啊 美国对中国曾经摇动的那根橄榄枝就变成了一个寄出的大棒 黑洞洞的枪口 刺牙咧嘴的 嚣张跋扈的这种恐吓 有一个判断 大家看成立不成立 那就是说 乌克兰那边不是在打着吗 只要在乌克兰的黑土地上没有出现 脏弹战术核武或其他的热核反应 美利坚赌徒 血红眼睛 一瞬 也不会从中国身上移开 就是说乌克兰那边只要没打起核大战来 美国锁定中国为头号敌人的这样一个国策就不会改变 这是大家都看得清的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啊 现在中美关系和过去苏美关系不一样啊 现在中美关系是如此深度的交织在一起 今天这个世界不但是中美关系深度交织在一起 今天这世界已经深度交织在一起 美国想脱锅断链 难呀 冷战热战你怎么打呀 怎么打都不得法 全世界跟一百多个国家都是最大贸易伙伴 欧洲人明确讲了 哎呀 放弃中国的市场 不跟中国做生意 这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啊 美国这个国家特别复杂 首先内斗不已 看不到美国内斗的人 就说明你不了解美国 内斗不已的美国 现在没有找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美国人现在朝着中国史厉害 有一个形容词叫做内病外治 内病外治能够解决美国社会的族群撕裂 贫富差距两党内斗这些顾及完整 不能啊 不能他要这么干 那就是暂时缓和一下嘛 内病外治是一种简单情绪反应 美国人面对中国 中国是个也有五千年文明的这么一个国家 以前有人说 俏比克说是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一个文明 尽管有人说 什么五千年的历史都是瞎掰 哎 这样的人在中国 毕竟不是多数 绝大多数中国人 我们为自己民族辉煌的历史而感到骄傲 在中国人的一种理念之下 美国人不太好发力 因为中国人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包括你美国人在内的 中国人呢 待人处事啊 以和为贵 求同存异 而且隐忍大度 就像太极拳老权师一样 是吧 你进招我不踩你 你再过来我躲着你 然后呢 我借力打力 轻易不发力 而美国像一个任性的熊孩子 三圈两脚 甩鼻涕不讲理 一味任性胡来 中美关系有几十年的这种和平相处 不容易啊 美国要一脚踹翻 搭了几十年的中美关系的这个积木 好比大家正在吃饭喝酒 他来了非要掀桌子 美国掀桌子 这事是发泄不满 但是坐在桌子边上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 所有的时刻 都认为美国如此任性胡来 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包括美国人自己在内 你这掀桌子脱钩锻炼 跟中国冷战热战 不惜 就两头大象打仗 李显龙说了 那其他的那核苗怎么办 青苗怎么办 包括美国人民在内 怎么教导这个熊孩子 度过危险的反骨期走上正道 拯救流浪地球 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流浪气球这事就已经被美国人射爆了 是吧 今天你看那照片出来了 美国人在打捞 那照片拍的还挺有油画感 气球爆了 应该还给中国吧 美国人不还 拿回去研究 这个气球爆了这事 不会对地球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但是美国人任性胡来 最大的两个国家 如果发生美国人所期待的 或在拱火 以期实现的那样一个结局 那人类就完了 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 昨天聚会中心理论所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流浪气球这件事情 折射出中美关系当中脆弱的一面 和美国社会的族群撕裂 内兵外智的一面 以及一些人的坚持要跟中国过不去 中国不得不挥起 太局老拳 把自己架子放得很稳很低 秋同存异 还是能对付就往前对付的一面 但是中美关系 这个大局啊 这个大船啊 不是中国人想维护 就能够维护好的 如果美国人他任意孤行 那怎么办 那就只好 水来土挡 兵来降挡 随其自然的老子认为 随其自然 那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所以流浪气球到后来 在失控半失控的状态之下 他在平流层三四万米的高空 在那飘来飘去 最后飘到美洲去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风刮的 随其自然 感觉说看 再见